当下的念头若是念佛,就不会犯戒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真正念佛,一定是持戒信愿型的行就是念佛。 先由念佛的角度来说,真正念佛就是心念真正放在佛。 这必须要放下其他一切不相应的杂念,必须要有能力克服内心所有的坏念头,才能真正专心在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上。 当然这也包括要能降服一切犯戒的坏念头。 所以真正念佛的人心念放在佛,它一定是持戒。 不可能有犯戒的心念和行为。 真正持戒,心一定是佛由持戒角度来说。 戒律是佛在日常生活待人处事,实际存心,讲话与行为的原则,也就是佛身口一三页的规范。 所以真正持戒,心一定是念到佛,有一念佛的身口一三页,念佛所有的教导和行为的原则。 所以真正持戒,也就是在念佛。 念佛与持戒的心是一体的,不能分开的。 对真正明白佛籍戒律意义的人而言,念佛和持戒是一致的。 念佛与犯戒这两种心念是不可能同时生出来的。 当下的念头若是念佛,就不会犯戒。 当下的念头若是犯戒,一定不再念佛。 如果一面犯戒,一面念佛,这种心念与佛不相应,不能叫做真正念佛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